近日,备受关注的超级企业篮球明星赛,决赛正是在上海体育馆开战,任嘉伦在波时助阵下同吴亦凡,无尊等热血组队,对抗麦迪助力的蓝色能量队,呈现了一场极为精彩的球赛,从小便是麦迪铁粉的任嘉伦, 这次更是在赛后主动秀自拍,晒出于麦迪,波时的合照,笑容版面示范标准迷地脸,任嘉伦在场对战偶像麦迪经验三分球能量爆发在之前的赛前采访中,任嘉伦奇迹麦迪的篮球技术可谓如数家珍,并直言他是自己最喜欢的篮球运动员,不仅频频在微博表白偶像,说起麦迪的荣耀时刻,时更是眼中带慌, 由此不仅让任嘉伦被粉丝冠上麦迪迷离头衔,也使这次任嘉伦正面对抗麦迪,成为这次篮球赛的精彩看点,作为帮有投出的人气选手,任嘉伦不仅加盟首发阵容,赛场直面麦迪,毫不切场热血对战,更在3V3波波赛中投出经验三分球,顿时沸腾全场,赛后任嘉伦发布同麦迪以及波时的自拍合影, 并表示会继续被热爱,努力奔跑前行,完全爆发正能量偶像力,粉丝调侃,趁见证自家爱豆追星成功,任嘉伦多款综艺其发力,聚焦幼儿教育理念软心,或在近期任嘉伦再多款这多综艺种的部署,表现受到不少观众青睐, 多款综艺分别从幼儿教育理念,新探索与热血竞技出发,可谓聚焦现实问题,与不懈追梦前行并种,不同类型的节目中,也呈现出任嘉伦的多面性格,从超能幼稚园中温暖贴心的班主任任嘉伦,到新武林大会中,想要呈现最好自己的舞者任嘉伦,还有超级企业明星篮球赛,里同队有携手奋进的球员任嘉伦,在不同的综艺中任嘉伦展现多面性格, 软心努力更是网友频频称赞,也得到粉丝骄傲宣称一任前面,面面精彩,同时表示要向自己偶像学习,不断为梦想拼搏前行。